3月22日下午 一年一度的香港四岁马经典赛事 香港打笔大赛 在香港沙田马场举行 中国香港骑士何泽瑶 侧气马匹金枪六十 拥夺赛事冠军 这是自1995年告东尼之后 25年来首次由中国香港 土生土长骑士胜出这项赛事 更是香港赛马 自1971年转为职业化以来 首次由马主 练马师 骑士 军事华人的组合 夺得冠军荣耀 总奖薪高达2000万港元的 香港打笔大赛 竞逐屠成2000米 由14比四岁良居参与角逐 金枪六十较早前在 四岁马经典赛事中联赢两关 赛前已成为夺标顶投大热 比赛一时 何泽瑶侧击金枪六十 由九号档出闸 沿途居后列位置 入职路后移出大外跌 展开强烈冲刺 此时马匹幸福掌声遥遥领先 但金枪六十后尽灵力 在最后数步 以微弱优势胜出 低速2分00.15秒 摘下打笔桂冠 赢得奖金1140万港元 而幸福掌声则跑入亚席 金枪六十的马主 列马师 骑师 陈家良 吕建威和泽瑶均为华人 这是香港赛马 在1971年转为职业化以来 首次由全华人组合 胜出香港打笔大赛 缔造历史 何泽瑶在赛后表示 金枪六十是一匹良居 赢得比赛后 自己终于可以卸下压力 睡个好觉了 感谢马主 列马师 以及团队的支持 现在全世界处于艰难的时刻 希望自己今天的胜利 可以激励更多人勇敢地渡过难关 我希望我能够建议和 能够建议更多人 我只能够建议 我和 Golden60 他们永远离不断 健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能够建议自己 好 然后能够经过这些困难的时刻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